台国少将去部队找人 有没有,怎么能证明你是孙将军 其实也不能怪人家门卫有眼无珠 部队是军事单位,外人是不能随便进的 确认一下身份也是必要的 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台国少将 同样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他是怎么做的呢? 这位少将叫齐丁根,江湖人称齐蒙子 一看这个绰号,就知道这个人脾气急 打仗猛,有一次,齐丁根去一个部队找人 倒是开车了,但他那辆车实在是太破了 好几个地方都裂开了,四面透风 有的地方实在裂得太大 就用胶带给沾了沾 就是这样的破车,齐丁根也不舍得换 除了远门都开着他,也造成了不少误会 这次就是这样,车刚在部队门口停下 门口站岗的士兵就过来说 你的车不能停在这里 请他马上开走 齐丁根这种事件多了,也没在意 就说,我是你们司令的老战友 叫齐丁根,你给我紧去通报一下 站岗的士兵看了看他的车 没滋生,只是让他赶紧把车开走 要是按照齐丁根在战争年代的脾气,早就发火了 但这时候的齐丁根年纪大了 也不想跟一个站岗的士兵发火 就气得上了车,再也没去找那个老战友 后来,那个老战友知道了几件事 亲自去他家里道歉 这才让他消了气 那么,在战争年代他的脾气有多大呢? 咱来看看下面这个故事 有一次跟日云打仗,齐丁根五天午夜没好好睡觉 也没怎么吃饭,等终于打完了仗 回到后方就倒头打睡 司务长跟他很熟,知道他没怎么吃饭 就亲自给他做了几个好菜 送去了他屋里,把他叫起来 吃完饭再睡,齐丁根睡得正香 突然被司务长叫醒了 心里一股火腾腾往外貌,一脚就把饭菜都给踢翻了 他声说,都给我出去 天塌了也别来叫我,司务长很委屈,自己好心好意给你送饭 你却这样对我,太过分了,就去找上级领导评理 结果,这个上级领导非但不给他做主,还反过来批评他说 齐丁根睡觉的时候,你去打扰他干什么,这不是找着挨骂吗? 别说打仗的,就是谈恋爱 齐丁根的脾气也是急得不得了,把人家姑娘都吓坏了 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叫陈宇 两人见了两次面,也没什么很大的进展 到第三次见面时,齐丁根突然问陈宇,你看我怎么样,同不同意嫁给我,陈宇还是个小姑娘,哪遇到过这种事啊,就低着头部说话 齐丁根继续问,你就说行还是不行,痛快点,陈宇仍然低着头部说话 齐丁根的火气上来了,大声说,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要不你就点头,或是摇头 陈宇还,是不表态,这下把齐丁根给惹火了,一拍桌子,叫道,你今天不表态就不能走 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陈宇还真同意了,不久就结了婚 不过,刚结婚不久,两人就闹了一次别扭,齐丁根为此还耿耿于怀了三十多年 原来,齐丁根在翻看陈宇的相册时,发现有一张陈宇跟一个男生的合影,男生叫公大卫,两人的动作非常亲密,把齐丁根气坏了 但是,齐丁根又转念一想,这都是陈宇在跟自己认识之前照的,可能是他的前男友 而且,陈宇跟自己这个大老夫结婚,已经很委屈了,自己不能再冲他发火 就只好把这个事忍了下来 这一忍,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后的一天 陈宇说,他有一个老同学来找他,让齐丁根也一起见见,齐丁根问是谁 陈宇说,公大卫,齐丁根一愣,心想,今天要好好见见这个前男友 但是,等齐丁根见到公大卫的时候,却愣住了,公大卫怎么是个女的 原来,公大卫年轻的时候像个假小子,穿着打扮也都跟男生一样 陈宇早就习以为常了,也没跟丈夫解释 结果让丈夫误会了很多年 陈宇知道丈夫的这个心结后,笑得前仰后合 说想不到你脾气这么急,竟然还能忍这么长时间 是啊,齐丁根为什么能忍这么长时间,不都是因为一个爱字吗? 陈宇当年答应下给他,看来真不亏 有趣味,有思维,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明说108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